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9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習近平完成集權 習家軍成為中共高層主力軍 不過專家觀察到 中共內部最近出現緊張狀況 似乎新版內鬥正在開啟 政權陷入另一種加速敗亡的危機 日前《香港明報》引述消息指 中共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劉亞洲上將被捕 可能會被判死刑緩期兩年的重刑 考慮到劉亞洲紅二代兼軍方背景 被認為是中共內鬥的重要信號 資深傳媒人顏純歐3月27日在面書發文 針對劉亞洲的處境 提出自己的看法 認為習近平重判劉亞洲 在向紅二代殺雞境後 顏純歐分析說 紅二代當中 要板倒習近平的大有人在 主要原因 不是他們想走改革開放的路 而是他們明白 習近平這套治國理政的笨拙手法 會將中共帶上絕路 中共一旦滅亡 無論是否認同習近平 大家都沒有運行 劉亞洲是中共政黨高官之中 小見有真材實料的人 如果紅二代當中有一股反習勢力 這樣劉亞洲做領軍 一點都不奇怪 只不過劉亞洲有底氣 而沒有實力 顏純歐說 習近平重判劉亞洲 是因為他絕對不能容忍 紅二代之中反對力量的成長 這是生死有關的事 但是紅二代當中的人 會不會因為劉亞洲被判刑 就銷聲匿跡 那就看著來了 除了紅二代內部不穩之外 習家軍內部也出現矛盾 3月23日 曾經有軍方背景的 金盾影視中心主任李學正 實名舉報中共中宣部文藝局局長 學習強國平台總編劉漢俊 就是一個例子 色尼科技大學教授 馮崇義向《大紀元》表示 這種內部對政權奪利爭重 是專制政權的標準配套 你回頭看看歷史 希特拉也好 史太林也好 毛澤東也好 底下大家都在爭重 都要對最高領袖表忠 互相鬥 這是他內在的邏輯決定的 就算全部都是習家軍的人 他一天都不會停止政治清洗 有時權利分配不平衡 勾心鬥角 就會有一些新的反賊出來 馮崇義說 而且最後鬥得最慘烈的 也可能是習家軍自己 例如毛澤東到50年代 真正站穩腳後 用的都是嫡系 而後來被他弄得最慘的 就是原來和他走得最近的這些人 原本毛澤東靠高剛離制行劉少奇 但是後來他首先就把高剛鬥死 結果劉少奇一枝獨大 毛澤東於是又利用林彪鬥劉少奇 林彪死了之後 毛澤東手下沒有人 又重新啟用鄧小平 結果就是鄧小平和江青這幫人有了矛盾 到最後毛澤東用華國鋒想平衡兩邊 結果還是血拼 通過政變來解決問題 中共內鬥的同時 外部環境日趋惡劣 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3月27日向大紀元表示 中共的走向非常明確 就是與所有的民主國家反面 與俄羅斯、伊朗這些國家結盟 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敵 未來中共與美國、西方這些國家 鬥爭會越來越厲害 最後它要回到毛時代 3月28日發布的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書顯示 31歲的加密貨幣平台FTX創始人 沙姆·巴克曼·弗里德 向至少一名中共政府官員行賄超過4,000萬美元 目的讓它在中國的企業分支能繼續生效 聯邦檢察官指出 在2021年11月 與FTX有關係的機構 Alameda Research的戶口 被中共警察部門凍結 當時戶口裡有價值10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在戶口被凍結後 弗里德等人按照中共警察的指示 行賄超過4,000萬美元 試圖賄賂中共高層 解凍該戶口 解凍後 中共官員又收到後續的賄款 去年11月 FTX用戶擠提後倒閉 企業的創辦人面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與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聯邦起訴 和民事指控 該機構仍然深陷特拉華州 破產法庭的起訴案之中 在FTX破產後 張戶出現了數十億美元的虧空 導致很多投資者血本無歸 28日公開的指控書表示 FTX的創辦人被指控8項罪名 其中包括蝕取數十億美元的客戶資產 來填補對沖基金 Alameda Research公司出現的虧損 到目前為止 當事人仍然拒絕承認 存在竊取用戶資產的指控 同一天 檢察官指控當事人 違反了海外反腐敗法 後續的法庭聽證會 將會於3月30日進行 3月28日日經亞洲引述知情人士的說話報道 美國國會正在安排邀請韓國總統韻石穴發表演說 希望借此促進美韓同盟關係 以應對北韓和中共的挑戰 有韓國傳媒透露 韓石穴政府也已經要求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韓石穴將在計10年前 時任總統朴謹衛後首位在美國國會演說的韓國總統 根據《日經亞洲》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準備在4月26日接待韓石穴 並且撤國宴款待 這次是南韓總統相隔12年後 再次對美國進行各事訪問 彰顯兩國簽署美韓同盟防禦條約70週年 美國共和黨籍韓瑞聯邦眾議員金影玉透露 他與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 以及民主黨籍首席議員米克斯 民主黨籍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貝拉等人 已經聯名致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敦出他邀請韻石穴對國家聯席會議發表演說 相關討論正在進行中 報導說金影玉對事件非常樂觀 已發出正式邀請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金影玉還表示 不應該顧慮北韓的感受 亦無需擔心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怎麼想 應該多多考慮的是 如何繼續加強美韓安全同盟 另外美國亦希望在對抗中共方面 加強和南韓的合作 金影玉提及 美方非常歡迎韻石穴和日本修復關係 我想我們有兩位基於反制中國共產黨在印度 太平洋地區擴大影響力 而承諾站在同一個立場的領袖 並且盼望美韓日三方日後擴大在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南韓傳媒報導分析指 美國國會議員對韻石穴到訪的熱烈歡迎 反映美方正面看待韻石穴 捨棄前任總統文在寅的安撫方針 重新加強對北韓的阻嚇力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27日從台北乘飛機飛往上海後 又轉成高鐵抵達南京 展開他今次備受各界關注的包含製造 參訪與青年學生交流在內的歷史性大陸之旅 馬英九雖然自稱是以私人身份訪問大陸 但他畢竟是台灣首位訪問大陸的卸任總統 因此他今次的訪問 格外受到兩岸以及國際傳媒的關注 對此 開南大學國家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甲在接受本台記者斐真採訪時表示 馬英九雖然今次以所謂的製造 與民間交流為主族 但他刻意在這個時間去 就給外界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 陳文甲說他曾經擔任過台灣總統8年 當然中共不會放棄這麼好的一個統戰機會 馬英九他要用更高的一個智慧來處理中共的統戰 由3月27日到上海的一個接機 顯然意見他去就被矮化 是由這個國台辦的副主任來接機 這是屬於階層比較低的 原宣所說是由丁薛祥來接機 其實這也是一個煙霧彈 因為實際上就是一國兩制 或者就是說將台灣當成他的一部分來看 就是一個地方首長 而且前首長去 他當然在這個規格上 就是視同中央和地方的對待 這月28日至31日 中國海南將會舉辦 《博奧亞洲論壇》2023年聯會 有媒體報導指 屆時將會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領導人 以及西班牙總理出席《博奧論壇》 另外 法國總統馬克龍也預計在4月初訪問中國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也將會加入該訪問團 外界明顯感受到中共兩會一結束 北京就開始積極拉攏各國 陳文甲認為 中共現在必須要因應美國的圍堵 透過《博奧論壇》 來與東協國家做一個連接 試圖用一帶一路來做一個綁定 還有加上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這一部分 中共企圖建立一個屬於它自己的經濟體系 來突破美國的經濟包圍 才不會受制於美國 陳文甲還特別提到 中共今次又會推出一個南海行為為準則 試圖和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做一個反制 當然 南海行為準則是屬於中國的一個安全利益 對那些其他東協 尤其是南海的聲殺國來說 是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因此我想 這個《博奧論壇》的重點 另外的焦點就是說 在南海行為準則方面 是否能像中國的一個規劃 要東協國家去埋單 這是我們另一個觀察的重點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